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餐鸟汇旋 打香蕉 欢迎收看今天的游戏视频 上次我们说到 二战期间 银架100辆谢尔曼坦克 在海岸边跟汉斯猫50辆的 古斯坦克下遇 却到了古斯坦克的报道 就在银架谢尔曼坦克 快被团灭的时候 我们的零入球舰 穿越到了海岸边 帮助银架力往狂澜 消灭了汉斯猫 所有的古斯坦克 让银架侥幸获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把镜头放回到 二战诺曼迪的战场上 此时诺曼迪登陆战役刚刚打响 银架从数十艘 赛米尔登陆界上 放下了上百艘的 步兵登陆艇 冲在了雪花 准备强行抢长登陆 攻下汉斯猫 在诺曼迪其中的一个据点 当时汉斯猫的这个据点 火力强大 奥上史坦克的150毫米安炮 跟几十辆的灰熊呼吸炮 对着银架准备强行登陆的登陆艇 就开始骑射这种炮战 广扶迪的银架切换数十分的 步兵登陆艇 还未来拿机枪射程内 就会打爆了数十分 连同床上的士兵 一起沉入了海底 可以说M-17的这种 漏火炸是相当的惨烈 虽然银架损失非常惨重 但是银架排出的登陆艇 数量非常的多 还是一小部分 非常给力的步兵登陆艇 抵达了机枪的射程内 开始对岸上的汉斯猫据点 展开防弓 但是汉斯猫的据点 可以说是部落金汤 小小的机枪子弹 打到突击炮 跟岸炮的身上 全部被装甲跟水泥打住了 完全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所以来了汉斯猫的路往 汉斯猫的炮炸 更加快速地打下了海里 海面上被炸起了一片片的涟漪 就在汉斯猫的岸面据点 还在防守的同时 汉斯猫还呼叫了内陆基地 进行支援 随机汉斯猫的内陆基地 迅速地派出了几十架的 BL5109灯火机 每一架写到了一枚的巨型伤害 准备去轰炸 鹰匠的赛米尔登陆舰 如果鹰匠的赛米尔登陆舰被炸 此次的登陆起动将会非常棘手 鹰匠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才有可能拿下此据点 就在鹰匠即将迎来 命令自哀的时候 我们的灵物驱逐舰 再次超越到了诺曼底的现场 当时我们的灵物驱逐舰 经过以前几人的战役消耗 已经司机身空着了 已经没有任何的弹药 对鹰匠即将遭受了命令自哀 爱莫能助 只能准备开始加速水泥此地 当时就在灵物驱逐舰 超越瞬间引起的空间波动 被我们一直寻找 最后消失灵物驱逐舰 中机的部队被发现了 随机一艘准备了很久的 灵物驱逐舰 跟一艘补给舰 跟着灵物驱逐舰 穿越了中机 使用最先引发出来的时间机器 穿越到了灵物驱逐舰的身旁 从灵物驱逐舰 看到穿越后来的灵物驱逐舰 使急而起 同时迅速地把战场信息 告知了灵物驱逐舰 随机灵物驱逐舰 迅速地开始发生 海洪19防空感染 拿起20毛的BL5109扎舰 防止运舰受到灭力 在短时间内 速逐舰的黄空短浪 就被灵物驱逐舰 入户呼逐舰的黄空短浪 BL5109扎舰 根本就不停到 这是啥玩意 只会在1点分比的状态下 被沉备的击落 一杯黄空短浪 快杀后产生的破片 就被击落速驱逐舰的BL5109 仅时驱逐舰的BL5109扎舰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被全部消灭当机 他们也死得不掉 是什么把自己给打死的 在把20毛的BL5109扎舰机群 给消灭当机后 武防的普及机 迅速的给了05驱逐舰一些太阳 所以05驱逐舰跟052D驱逐舰 开始使用130毫米舰炮 在远处 对着20毛的暗点据点 就展开了精准的颜色 走用两艘驱逐舰 华瑟出发的炮弹 开始精准的命中 在这边不够 在这边不够 中午在短时间内 汉斯妈的岸边火力据点 在我们两艘驱入舰的舰炮点射下 全部爆灰变成了一堆毁虚 看起来非常威猛的岸炮 在现代武器面前也是不堪一击 只需命中一炮马上爆灰 而鹰匠在我们强大的火力协助下 以非常小的代价就获得了此次战役的生意 几次收了登陆艇成功登陆 而我们两艘完成任务的驱逐舰跟补给舰 再次消失在了战场上 鹰匠登陆的视频们则开始冲进更加深入的战场之中 继续完成他们的后续使命 那今天的游戏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